很多在美国买房的中国人 现在是提心吊胆 因为美国要明火执杖的抢钱了 直接拿华人在美国的房产开刀 凡是在美国的全款买房者 不能说明资金的合法来源 美国将直接没收房产进行拍卖 拍卖所得归美国政府所有 美国政府早就已经盯上了 七成的华人购房者 大部分人的房产可能是不保 公开的数据显示 从2016年的4月 到2017年的3月 仅仅一年时间 中国人在美国购买房产 就花费了317亿美元 超过65%是全款 到过美国洛杉矶的人都知道 华人社区里面的阿凯迪亚市 有个绰号叫贪官市 而罗兰港是公认的二奶村 这里华人的豪宅 基本上都说不清资金来源 这些华人张嘴闭嘴 都是说美国是个法治国家 这回你还相信这些鬼话吗 你还相信美国的法律 是保护私人财产的吗 美国之所以出此狠招 是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很多华人购房者的资金 是非法收入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说清楚资金的来源 而且即使是在国内的合法收入 因为国家的外汇管制 想带到美国也是非常难的 很多华人 把在国内的房子卖掉 然后通过非法的洗钱公司 把国内的资金转移到美国的 可是没人敢把这些告诉美国政府 美国只要调查 就可以合理合法的 没收这些房子了 为此能够增加上千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这些华人真的是秀才 遇到兵友里也说不清了 他们其实是有些冤枉的 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华人并不冤枉 因为他们是拿在国内摊的钱 或者骗的钱去美国买房的 这些人其实是小偷遇到了强盗 只能是打落门牙和血吞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财产灰飞烟灭 雪上加霜的是 美国的两个跟班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盯上了华人的房产 也要对购房者的资金进行核实 也会没收华人的房产 在国内捞的盆满钵满的那些富豪们 资产转移到哪里都不安全 最终你还是得吐出来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 美国这个强盗虽然是为了自己捞钱 但客观上却是在帮助中国反腐反诈骗 以后这些人犯法的成本会大大提高的 这些房产 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国家的财富 只不过是被有一些人贪去了骗去了 这些人本来是想把自己的黑钱洗白了 放到安全的避风港里 没想到洋人一翻脸就被没收充公了 可恨的是掏空了国家 把这些资产转移到海外的这些所谓的华人 可惜的是 这些巨额的资产 都白白的送给了那些可恶的 抖音 这些抖音 要是 这些抖音 这些抖音